今天是10月3号 天气不太好 比较阴 温度也比较低 刚下完雨 特别凉 到这来看一下有什么早餐 这条小街别看小 好吃的特别多 这有一个 地酒味 老上海大骨汤馄饨 你家那个特色是哪个呀 特色小馄饨 小馄饨鲜黄的 鲜菜的鲜肉的 有什么套餐吗 套餐呢 套餐也有 有跟那个葱拌面一起的 哪个馅的小馄饨最好 鲜黄的 来一个行 鲜黄的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鲜肉的 再来一个鲜肉的 听说他家在全国 已经有500家连锁了 也算是 馄饨界的大品牌了 最为独特的就是 秘制的骨头汤 和手感的面皮 大家这美食可真多呀 还有祭菜的 还有蛋黄肉松烧麦 品类都挺新颖的 这个 看哪个都想点 太有食欲了 太有食欲了 这个是金排虾黄小馄饨 这个点的是鲜肉小馄饨 这个是生煎香酥牛肉饼 还有点葱油饼 咱俩今天点的量还是有点大 还没点完呢还有呢 就应该点一个全家福好了 然后什么馅都有 现在就为了多尝几个馅 一下点多了 但都小碗的 烤肠 七块钱两个是不 量已经够大了 还差一份虾饺 今天等不及了 先尝尝吧 尝尝底菜味的 看丑的特别清新 挺好 松脚 别看是小碗的 看着量也够用了 我比较爱吃鸡菜 鸡菜 鸡菜很有盈的 可以吗 好吃 这什么虾黄味的 这馄饺里面别太小 它带了一个虾 虾仁 有虾仁还有肉 还没等吃呢 从外观都能看到虾仁 这什么蒸饺来着 虾饺 这虾饺 这位菜齐了 瞅着挺大量 这样好像看着有点大 但是小馄饺 这个东西不禁吃 一口焖一个 尝尝虾饺蒸的 玉米馅的 咬一口 有玉米清香 还有肉香 这什么馅的 小鲜肉 尝尝小鲜肉的 特别顺滑 皮特别薄 趁热尝尝 葱油饼又酥又脆 带着葱油的香味 纸片也要薄 很脆 酥薄脆 我刚才还犹豫了一下 以为这个葱油饼太普通了 但是他们家这个味儿做的 还是挺有特点 吃一口葱油饼 再喝一口红嫩汤 大家这红嫩汤是大骨汤 今天是10月3号 那么天气特别冷 就降到10度了 喝碗馄饨 吃点小饼 冷呼呼的 每个都尝一眼 尝一口 看看 店家说这是他们家特色 让我觉得 跟别的店做的 也没什么菜要吃的 我以为是酥脆的 其实不是 在里面表 吃上是软皮的 这个我吃完很夜人的 也要干地方吃 还是喝有馄饨汤 他们家的馄饨汤都是大骨汤熬制的 味道特别浓郁 再就着晶莹剔透的小馄饨 非常有老上海的味道 这烤尝好吃 这皮特别酥脆 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油炸的 烤尝香 看着好像量挺大 其实我感觉除了这个饼 比较压分了 其他我觉得我都能吃了 烤尝挺推荐的 你尝尝看 味什么样 偏甜口 还不油腻 外皮都炸的特别酥 这个饼是不是有点 感觉和想象的不太一样 是吧 你尝尝吧 这饼一般 嗯 饼一般 其实除了这个 我觉得我这些基本都能吃了 这小馄饨 瞅着想挺挺的 三碗挺大的 好几吓人 吃点小馄饨一口一个 我还是爱吃肉的 吃肉动物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我的咸肉都给吃没了 虾 这是虾的 那我就爱吃素的 鸡菜 都有营养 那小饼炸的又挺有水平的 煎的 我还是整个虾饺 煎个啥子够了 对 正常的话就是 这两个都有点多余了 就是两碗馄饨加个虾饺 这个可也可卖 混混乱 但是 我感觉 也不错 也没白花 挺好 这个味不错 很符合南方小馄饨的特点 小小玲珑 反正外皮特别薄 那么肉做的也是很鲜 不错 小小 十一国庆节 基本生活都没有啥规律了 早上挤的也晚 所以就是早餐和中餐就合并着一餐了 瞅着量大其实也不算啥 两餐合二为一了 你能给我留点不 呼呼的 这个一共是四片是不 一人一个 现在还剩两个 就是一张饼 嗯 一张饼切四块 也饼清零了 嗯 你吃的本身不错 你看多薄 像紫片一样 我觉得谁到他家哪一看品整这么多 都是点发懵 不知道点啥呢 嗯 是不看着都特 吃的差不多了 其实我要硬吃吧 也能吃下去 但是没必要 所以这个 剩了几个馄饨 大包 还有这拉翘饺的 吃的挺好 暖乎乎的 就没吃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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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